我们在做土地买卖的时候 怎么来看 怎么来调查这个土地 有没有被套汇管制 如果是非农地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调土地藤本 如果是农地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块配地 我们就去买了这块V的农地 后来因为大家普查了以后 你就发现你新的藤本上 它有被注记说 这个农地已经被人家拿来兴建农舍 已经受到套汇管制 非经解除套汇 你不得分割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 就是一个民法所有权 受到法令限制 也就是所谓的土地被套汇 的这一件事情 那么各位 这个套汇是什么 就是来自于建筑法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要盖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你要去盖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土地拿去申请 那各位 这个申请的话 房子讲说盖在这里 那这个不可能让你盖满 所以各位 我们拿这些土地去盖 这个土地可能一笔或是多笔 那么就作为这个房子的建筑基地 那各位做了建筑基地了以后 这个已经是不管是如果是多笔的话 它就会开出土地使用同意书 那如果是本身自己就是所有权人 那这个不必土地使用同意书 那如果是别人是这样 那各位如果是共有的 这些共有人也可能都要开出土地使用同意书 让他来 这个人来申请 让这个启造人来申请 这一个建筑物 在上面建筑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讲说这是一宗建筑基地 那么我们在建筑法上算宗的 那么我们在地震的时候 土地是算笔的 因此我们这一些地方 就是已经土地被人家用来申请建造了 那因此我们在建管的部分 在这块土地里面 他就会把它画上颜色 说这个地方已经被拿来当作建筑的一个基地 那么这个时候一地是不能两造 就是说一个土地已经被人家拿来用作建筑基地了 你不可以再申请一张建筑 所以各位我们这个叫做说 这是套汇管制 那这一些土地我们有时候说是 是留的法定控地 我们这个法控 那各位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土地当初蛮大的 所以我来申请这一张建筑的时候 就要盖很多户的房子 而每一个房子或许早期用单独的起造人 有个别的建筑号码 但是各位这会有时候是只有一张筑会形成供造 那么这个供造的时候 你这个房子一间在这里 如果你将来这里的房子打掉 要申请建筑制造的时候 就会变成你要得到全体的同意 因为这所有的土地都被套汇住了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在思考说 如果像这样子的话会鼓励为老重建 是不是会让大家不要再去得到全体的同意 来解除套汇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些争议 这个是建筑基地的一个问题 那各位如果在农地里面 我在这里有一个农地要盖农舍 但是这个农地要盖农舍要两分半 或是以前我们只能盖十分之一 因此我们必须拿其他的土地来当作这一个农舍的建筑基地 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不管是A地 房屋所在的A地之外 B地虽然它整个都是空地 但是它也被拿进来当作是这个房子的建筑基地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被建筑基地用过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给它涂上颜色 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套汇 那么这个是农地非常常见的套汇 这个是非农地是工业用地 或是建筑建地里面经常会发生的这种情形 所以各位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套汇管制 那第二个我们在做土地买卖的时候 你怎么看出呢 怎么来调查这个土地有没有被套汇管制 那各位如果是非农地的时候 不是农地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调土地藤本 那么各位这个土地藤本 如果在第一个 这个土地上如果它已经有所谓的建号 有房子的建号 那各位这个建号原则上大部分 如果是在七十几年建筑法实施之后 那么它要有一个建号 就是有去办保存登记 那各位有这个建号一定是申请建造执照 建造执照 然后盖好了以后拿到使用执照 使用执照以后去做保存登记 就是所有权第一次登记 登记好了我们地震会给它编一个建号 各位所以房子盖的程序是这个样子 那编了这个建号 有这个建号的 这个一定就是有建造 有使用执照 之后来再编保存登记 各位那么也有建管前的 建管前的它不必申请使用执照 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筑法 所以事后我们也可以去向地震 申请我这个是建管前的房子 我可以做保存登记 也可以做个建号 所以各位这个土地有建号 那么它就会写说上面的房子 有的是什么建号 然后它的房子有多少的平方公尺 这个地方是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土地藤本上面有建号 那么我们大部分都会了解说 这个土地大部分都被套费了 那第二个呢 有一些人他就没有去办保存登记 盖好了他不想办保存登记 那么他就只有拿到使用执照这个范围 因此土地藤本上它在土地的所有的这个标识部里面 它就会有注明它会有注记 这个土地上面有什么什么号码的使用执照 对当我们看到这个土地上面有什么使用执照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土地有被拿来供建筑使用 已经有被所谓的被拿来当建筑的基地 上面一定有房屋有使照 所以会被套费了 所以这个土地呢就不能够再一次的申请建造 那各位第三呢 你如果看起来都很干净 也没有建号 也没有使用执照的注记 那你是不是就当然推定说 它是干净的没有被拿去盖过房子 各位不是哦 因为我们现在土地地震的藤本上会有一种状况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台南的麻豆发生的 当初呢 这个这里有一个房子 那各位它这里有一条路进来这个房子 那其他的部分呢 当初是共有的这个土地被它拿来 大家都开土地使用同意书 让这个A呢 它来申请建造 所以这些土地呢 这么大的一个土地都被拿来作为它的基地 因为当初是共有 那后来这个土地呢 就是这样子分割了 分割成大家呢就一块一块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建商呢就看到这个土地 当初都没有任何的注记啊 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就是收收收收收 把它整块都收起了 然后呢 然后呢他要这整块呢 去拿去申请建造的时候 发现说这当初是一整块的共有土地 那么被这个A拿去申请过建造执照了 结果上面有一张建造 但是这个建造它并没有注记在这个藤本上面 所以各位呢这个情形那么一地不能两造呢 一米不施二虎一山不容二虎啦 各位结果他这个建造在这里 他不能够申请建造 因为他被这一个房子给套住了 套秽住了 所以呢这个情形呢 我们后来啊就必须就是说呢 去请这个房子的人呢 带同义书 说我们出来做法控的检讨 然后把这一个说 你的房子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土地 来做建筑基地 所以呢我们在做法控的检讨 这样子啦 那结果呢他呢去找他了 他结果他市值大开口要好几百万 因为你的土地被我套住了 所以他就不愿意 那不愿意这个时候呢 这个有一个机员他来找我了以后 我跟他讲说他不愿意 我们就告他协同办理法控检讨 因为你的这个法控呢 套住了我所有的地 妨害我的所有权的完整 所以我们就告他要协同办理 那他说你去告也没有用啊 法官判说我要去协同检讨 你我也不协同你 看你要怎样 可是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本来要盖章 要他盖章同意的 但是我们法院判决说 你应该协同的话就用判决书呢 代替他的盖章 代替他的意思表示 所以就可以拿这个判决书呢 去自行申请法控检讨 对那么如果你是被套住 你没有得到这个建务建造执照 所有权人的这个同意的话 建管机关说你不是当事人 你不能来申办检讨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小心啊 各位这个地方土地虽然是干净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被一个建造给套住了 给套住了 那各位呢 第三个如果是农地的时候 那么各位呢 你可能有一块配地 那么这个在我们 我们以前呢 这一个都是乡镇公所在花这个农舍的建造执照 那么各位呢 结果呢 这一些拿来做配地的 他其实已经被套汇了 被画图说用过了 但是他在土地的藤本上呢 土地的藤本上却没有任何的著名 因此各位呢 在买卖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买了这一块V的农地 买得很高兴 认为这块农地是干净的 哪知道我们后来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普查了以后 这些农地呢 都变成说要把它 妨碍交易安全 所以在藤本上呢 我们当初买的时候 并没有农舍 使用执照的注记 结果他现在就把它 藤本新的藤本 你就发现你新的藤本上 他有被注记说 这个农地呢 已经被人家拿来兴建农舍 已经受到套汇管制 灰晶解除套汇呢 你不得分割这个情形是这样子 所以农地呢 这个很多人当初在买的时候 会买到这种被套汇的农地 那么这个是第三个 我们在农地的时候呢 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各位呢 再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当我们土地呢 被套汇的时候呢 各位我们土地 我们经常要去分割 我刚刚讲过 各位当时呢 这一块地 假设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大家是共有 那么我当初呢 这个椅啊 要在这里盖房子 当初是分管嘛 那我们还没有割开 大家是共有的土地 那各位 共有的土地呢 当时我们就是甲丙丁呢 就开同意书给你去盖房子 因为它是共有的 共有加起来要等于一 它等于一 所以大家是词分的 这个共有的话 我的权利是 急于共有土地的每一寸 每一个点上面 那么各位呢 这个是共有 所以我就是开土地 使用同意书给你去盖房子 那各位呢 后来啊 他们到 他们这个地方 我甲或饼或钉要盖房子 各位 可不可以 原则上是不可以了 因为这整块地都已经被 被椅的这个房子套住了 那各位呢 那这个共有的时候 我们将来呢 到法院呢 要来分割的时候 我们会去碰到建筑法的 第六条的部分 他说未经解除套会啊 不得分割 他的规定这样 各位 其实那个建筑法的规定 它是一个公法的行为 这个土地的话呢 它是民事责任体系表里面 它是一个失权的行为 那各位呢 在行政上面 说未经解除套会不得分割 它是行政 也就是建筑法的一个管理 它的概念是说 这块土地呢 已经是作为人家的建筑基地 那么它已经被用过了 那如果说 你要把它解出来 再来申请建筑来分割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做法控检讨 说它用不了那么多 它这个房子用不了这么多 这一部分呢 可以把它解开 不必再套会 所以它的意思 建筑法上的意思 非经解除套会 不得分割 各位 它讲的不是私有所有权的分割 它讲的是这一块建筑基地 要把它分出来 另外做非基地的使用 它的意思是这样 结果呢 我们在法院分割的时候 我们的法官变成跨仪堂仪 说你看它有这个规定 所以呢 这个建筑法非经法控检讨 不得分割 所以各位呢 你如果像这样的部分 要进来分割 就会有不同的命运 第一个 那个法官讲说 法律规定在那里 不得分割 所以你要分割 你没有去做法控的检讨 所以不得分割 就一律驳回 各位 哇 这个就很惨了 那各位 那有的法官是认为说 这个是私权的一个 分割是私权 那你这个法控非经法检讨 不得分割 那只是公权 所以各位呢 这个时候这个法官会认为说 反正我把你割了以后呢 你不过就是被套住 那你将来再去申请法控检讨 再把它解开就好 所以各位呢 他第二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就是说 可以分割 那只是继续被套 你割出来的部分是继续被套 被套废住而已 那么你将来再去解法控 那各位 那第三个呢 我们法院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说哎呀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要把它整个变价掉 或是把它用价金补偿掉 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不涉及 假设通通把土地给你这个乙 那其他的人拿钱 你乙拿钱来补大家 那这样子也不能说 妨害甲乙丙的权利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啊 所以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分割 或是我整块地把它拿去卖掉 那这个买的人也全部都是他的 那也没有差别嘛 所以各位呢 就有这样的看法 那另外也有法官呢 他就是认为说 他在分割的时候 他在打分割诉讼的时候呢 他就要请你说 你去跟我公务局找建筑师 给我们画一画 说呢 你现在割出来的这些土地啊 将来不会受套废管制 那我就割给你 所以各位呢 第三种做法呢 也经常是在诉讼中呢 他要跟法官说明说 我割出来的时候 我以后法控检讨 检讨的出来 这时候法官就说割给你 所以各位呢 这个是很好哦 这个是非农地的时候 不是农地的时候 法官几乎都有这样 不同的一个看法 可是各位 如果是农地呢 耕地 那么各位呢 耕地的时候 在农业发展条例里面 还有农地兴建房屋的这个办法里面 他也有相同的规定 他说如果这个农地呢 已经被人家拿去做套废了 你非经解除套废 不得分割 各位 结果呢 我们的法院呢 在农地里面就很奇怪 他呢 见解都一致的 他一致的认为说不得分割 非经解除套废不得分割 那不得分割的时候 不管是你要割土地 原物分割 或是你要说用金钱找补 都割给这个有农舍的人 那也不得分割 那甚至于说 我整块农地拿出来变价拍卖掉 那我们大家分钱好不好 那也通通不行 所以各位呢 在这个农地的时候 我们的法院呢 就让人家很奇怪了 你建地还有这种 这种权力的措施 那这种农地就不行 各位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了 因为民事的私权 跟工法上建筑法的管制呢 他呢 如何配合 那么建筑法规定 非经解除套废 不得分割 他只是说 这个你如果没有去把这个套废解出来 你不应该 你不可以把这一块地呢 把它拿出来当作建地 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你的所有权就不可以分离 有时候我们法院很多事情都弄不清楚 那么呢 大家也不把这事情研究清楚了 那所以各位你来看哦 我们就有这么样一个案子 各位这当初好大一块农地 那么当初呢 是五个人共有 那我在这里要盖一间小小的农舍 这农地够大 各位一甲多的土地 那两分半 我绰绰有余啊 结果呢 他在这里 但是大家都是共有 所以我们当初就开土地使用同意书 给这个 给这个甲呢 在这里盖房子 那各位 我当初只是盖房子两分半 那我当初是一甲地全部都 共有都给你呢 结果呢 我们现在要去讲说 我现在可以 我要分割共有物 大家把它割出来 结果法院说 对不起 那农地 农化条例 还有农地兴建 农舍办法 非经解除 他会不得分割 所以全部都不可以分割 我靠 那各位呢 就变成 他没有办法分割了 全部的人都被卡死了 那各位呢 那当然要解除的话 我们会说 那就只好再重新告他说 你假要配合来做法控的检讨 那可能就是说 你用到的 你可能只要用两分半 那这一些东西 本来被套汇住的这一些东西 要把它解开 解开 说他不是可以不被套汇 可是各位问题又来了 他是共有的耶 你还没有把它割出来 你怎么知道说 他这个当初的土地使用统一书 用的是哪一个部分啊 所以各位呢 这个地方真是人民很痛苦啊 纵使你土地够了 而是共有的农地 你当初开出的印章给人家盖房子以后 你要去做法控检讨 去做分割都会被卡住 那各位当初我这样的核心 给你倒三天 结果你不需要回家来检讨 我当然可以给你做问题 各位 现在法院这个农地呢 一律非经法控检讨不得分割的这个见解一下呢 会导致于所有人都被卡死 所以这个相当的一个严重就是在共有的农地 要分割的时候 因为这个套汇的问题呢 导致于呢 这个这个是司法以及建管的部分呢 应该要把它拟清楚 让他人民呢有一条路可以走 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在当法官或当律师的时候呢 一定要感受人民的痛如何来把这个解开 而不要因为误解而造成人民的权利受损 所以各位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老师要说明的就是说 既然这个法控这么危险 因此呢 我们在做买卖的时候呢 应该要怎么处理 你好怕买到买到这个这个这个法控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买卖契约的时候呢 我们在契约里面要特别立一条 说我买的这个土地呢 是建地 甚至于我买的这个农地啊 是要盖农舍 想要盖农舍 将来有盖农舍需要的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买农地就是为了种田 那我也种田之外 我也想盖农舍啊 那不然他说 我买到法控了呢 买到那个农地被套汇了 那我们就变说 你买农地本来就是要工作啊 所以你有什么瑕疵 谁说买农地是要盖房子的 各位这话讲的 好像也颇有道理 可是各位事实上想一想 我如果有两分半的农地 我当然可以盖个农舍 我一边种田 然后我就要骑摩托车回家 还是我种完田 我就可以在那里有一间农舍 我可以放东西 而且我可以在那里睡觉 所以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各位这个农地呢 不能盖农舍 后来发现被套汇 这个是有瑕疵的 这跟买到凶宅 这个土地有瑕疵一样 这个是可以要求减价的嘛 所以我们这个在买卖契约里面 我们要注明 我这个土地买了呢 是要盖房子的 所以各位呢 若无法指定建筑线 我无法指定建筑线来新建房子 或呢有被套汇管制 或是人家的法定空地 农地就要写有被套汇管制 的时候呢 这个买卖契约 这个买卖契约 你要写买方得解除契约 或是说本买卖契约 施其效力 各位因为有时候 你买到的这个建地 是有一部分被套住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你如果还可以用 那你就写说我得解除契约 那如果你说不想那么麻烦 反正我买到法控 我买到被套汇的农地 我就一律契约就施其效力 那各位这个有什么大的一个不一样呢 如果你写解除契约 那么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这个是付一个解除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你买卖不解除契约的话 仲介跟你讲说 你契约成立啊 所以我仲介会照哪 那如果说我的买卖契约 因为有被无法指定建筑线 或是那个失效 或是说被套汇失效 那既然失效的话 就买卖就不成立 那买卖既然不成立的话 仲介会我就不付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各位呢 我们要特别来注意 因为这个买到法控 买到农地被套汇的这个风险是有的 那么你一定要掉藤本 那么如果藤本掉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请建管机关 去建管机关或都化机关 都化局 都化单位去问一下说 这个土地看起来是干净的 藤本里面没有使用执照 没有建号 但是呢 是不是还有被申请建造套汇住 那么跟他问一下 那各位呢 这个就是所谓仲介的调查义务了 要问要去查 不要马上就相信这块地是干净的 各位那查完了以后 是没有人家的法控 或是没有被套汇管制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买 那再加上我们契约呢 特别约定 如果不能指定建筑线 或是人家的法定空地 或有农地被套汇管制的话 我们合约就失效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做先前的调查 跟合约的保护 那么这个情形的话呢 就比较OK 你至少买到的时候呢 你还有机会呢 去把它把你的钱拿回来 所以我们进可攻退可守 请各位同学呢 要特别注意 在买土地的时候呢 这一个套汇跟法控 要特别特别小心 以上